为了陪伴孩子在团队中稳定发展品格及学业 训练深心成长 台湾世界展望会推动南海计划 从2022年东部地区的三支球队 成长到2024年全台15支球队 南海计划中区其中交流赛 日前就在国立近南国际大学体育馆举办 有台湾世界展望会这样一个举办篮球活动的比赛的活动 有我们的无色鹰队 还有三层冲锋枪队 彰化漫巴队 还有心力梦幻队 他们总共有24个队伍来组成 那透过在巨大的运动 我跟交流 相信对球技对友谊都能够有所提升 那今天这个聚会真是一个非常美好的 一个赛事 先员领听力表示 教育是百年大计 并且教育的层面也不仅是学业上面 因此对于小朋友各种才能上给予适当的培育 对于孩子们的发展绝对是更有帮助 我认为教育是百年大业 那当然教育的层面不是只是学业上面而已 更是应该要因材施教 我想那么多小朋友如果能在发掘他各个专长上面的一些才能 然后能够给他们适当的一个培育 我相信他们的未来的发展绝对会是更棒的 那今天很高兴有这个荣幸能够受邀来参加这个这么有意义的活动 我想会运动的小朋友绝对不会学坏 能够从他们的基础身体来培育他们 然后让他们的各方面的智能都能够得到完整的发展 我想这应该是对小朋友最好的照顾 副一张拍一圈感谢台湾世界掌望会推动南海计划 在近南大学举办交流三活动 鼓励孩子们均衡发展的用心 也鼓励县内更多的孩子们都可以组队来参与 透过运动让身体更健康 记者春卫一 普立真采访报道